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在做這個錄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現在現場這種 就是攝影機 直接這樣錄有沒有 這個是我在學校的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用這種方法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偶爾這樣其實你要看不太能看電視 尤其說比較後面 但是大部分大家都不太喜歡做選面 因為怕說這樣太前面了 容易被發現 所以都比較喜歡做中段後的 可是缺點就是如果在那邊廣播的情況之下 你根本就看不起這個 所以如果用DV直接錄下來 說真的其實 基本上像每個學校這種宴席 應該都會錄影 可是會拿出來再看 好像聊聊理解 為什麼 因為就看不清楚啊 誰要看 對不對 除非那個是名人嘛 如果不是的 其實大概就很難 要求說他一定要 而且大部分的情形是 這樣定交的時候 就定在那裡 沒有像電視節目那麼好看 還有不同鏡頭切換 然後也不認同 所以不太可能 那你怎麼樣 如果你的教材 你的上課過程 只是要這樣放上去 像現在台大政杖 有很多都是這樣子 老師上課內容 然後就是加點設計的提案 然後就是開放式課程 就是你不用去修課 就可以在上面看 可是說真的大部分看不到五分鐘就修課了 因為這樣講得很枯燥 我們看電視節目為什麼你會喜歡看 因為它有不同鏡頭切換 原型進行中間 然後呢 誰在講話 誰在做什麼 他會增大進行中間 告訴你 可是你看不到這樣的時候 這個效果就比較長 那麼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比較常見的 我們錄影的方法 有分幾種 第一種叫做全洞式的 全洞式的 什麼叫全洞式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 管它上七二十一 全部都錄在做 所以叫全都錄 反正就全部都錄進來了 那但是這個 有一個最大缺點 就是一般來講 這樣檔案比較大 尤其你如果是用DV錄的話 DV 請問 如果你是DVD的規格 一個小時大概多大 你看我們DVD 標準的DVD的光碟片 單片單層 是不是4.7G 一個小時 對不對 可是 你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這種錄影 都是HD的 HD的檔案更大 那對老實來講 如果你要處理這些面 就不方便了 好 那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有的人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現在上課呢 製造 以 演講或上課來講 製造也不需要全部都錄 我只要把它有變化的地方錄下來就好 所以就比較感陽的 就是這點影像式的 也就是我今天只裝畫面 那你看到那滑鼠在動 像我們剛剛給老師看的 那滑鼠在動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用魔物的 對不對 尤其是我們電腦 以墨章的教學 它可以只錄聲明就好 不錄影像的話 是不是打開這個小索 對不對 那畫面 你有動我就拍一下 你有動我就拍一下 那這個過程 一樣呢 是可以出得來 所以這應該影像式 影像式 那後來呢 又有另外一種 就是把這兩個混合起來 也就是你如果 我是屬於拍照的 拍照的 我就直接拍 那如果你是屬於 比如說有些人的動作是什麼 我們有些軟體上 脫衣的才行 有沒有 欸我要脫到哪裡 像我剛剛找圖片 我是用脫衣的嗎 那這個過程它就沒辦法模擬 那這個就必須一定要 你要用錄影的 那所以它就是 欸你有做某些動作的時候 我就把你用錄影的 那如果沒有 就用拍照的 混合式的 也會比 全部都錄影的小一點 好所以大概 我們主要用會有這些 那所以你可以用的方法 比如說互動式的教學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欸你做好了 它可以自己Demo 好那 也可以把螢幕 就全部錄下來 也可以像我們現場 就一樣 所以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再看 可能就會比較 知道說 我們現在 比較常用的方法 那現在呢 瞭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先看看 一般付費的 像我剛剛講的 像這個 可能在現在Studio 這個也蠻多學校而買的 一套都一兩萬塊 但是說真的 一兩萬塊 如果每個老師都要 其實學校的license 不斷也很重 因為office也是一兩萬塊 office全到的也是啊 當然全教授會比較便宜 可是畢竟也是因為負擔 那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 Atomic Cating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付費的 它那一套就是四萬多 其實早期它一推出來了 事實上 Condentia Spillium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全洞式的 就全樓入的 那Cating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混合式的 原則上 跟我們現在要講的 Atomic Cating 原則是雷龍的軟體 也就是 好像我們在做簡報一樣 一頁一頁一頁 它拍下來就是一頁 或錄影就是一個頁面 好那你可以像我們在剪接軟體 剛剛做簡報上去做編輯 所以是 我們現在用的這套 就跟它相同 那另外這個呢 錄下效果也不錯 但是它也是付費 那麼如果是免費的呢 免費的話呢 在這邊 這邊 這裡 我有整理幾套 以前我在用的時候 比較常用這個 Web ES Web ES 這套也不錯 那時候老多比較少 因為它呢 其實 它也有好處啦 就是它本身的這個 錄的檔案比較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就叫Web ES 它本身不是單獨套的商品 而是一個 遠距的會議系統裡面的 一個小軟體 但是它是可以自由取得 也就是 Player跟你拖著在一起來 所以你要撥對尿路嘛 那這個是也蠻不錯的 那另外一個是這一個 那麼 我們順便給各位了解一下就是 如果你是用Eddie Brand的 因為我們現在用免費版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有提過 你如果在 輸出是屬商業版的功能 它右上角就是出現一個小小Logo 告訴你這是它跟它做的 那這個部分呢 Divide Video Capture 如果是免費版 它就是主要能夠輸出這個 我們是比較建議用這個 雖然我們今天沒有講這一套 但是 如果你用了H.264 像我們現在這種硬體的 很多都是內建H.264 所以錄下來的時候 影片檔案會比較小 老實講會差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 前一段我們講Trace的時候 錄下來大概是一分鐘 差不多一到兩MB左右 快老師你廢話說我 對不對 你兩節課下來 其實我們平常在講的話 兩節課不見的兩節課都是滿的 因為一定有時候可能去練習 或是討論啊 那個不見的要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這樣錄下來 其實就不會太大 那 其他的這個功能 我想就還好 我就不用特別再介紹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 好 那你既然要做錄影 總是要 階級要傳 然後對吧 嗯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交定檔的 其實 說真的 螢幕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有沒有 都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其實我平常 不是要來錄我自己 我是拿這個來錄音聲音的 因為他內電麥克風 因為麥克風會比 我農夫跟麥克風效果好很多 所以平常我不是拿這麼進入 好 那 您可以找那個畫質比較好的 畫質比較好的 那這樣的話效果會比較佳 另外呢 如果老師像 呃 我現在在這個現場這邊 呃 像我們會比較有 就是說 您可能您的內容 會有來自什麼 不是 那 因為我現在這個畫質比較低 因為我剛剛把它調比較小 你如果會有來自就是 非電腦端的 螢幕可以看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去找 但是這個真的要放大一點 這個大小 這個我把它關掉 我用另外一個 好這個 可以 應該給老師先看看現在 這個 這是背面 好 欸 現在節氣到哪裡 蛤 突然跳痛 哈哈 現在下字晚了嘛 對不對 要到哪裡 到小鼠 在這邊 有沒有 在這邊 所以節氣會走到這邊 所以 如果老師最近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 比較容易腰痠背痛 哈哈哈哈 因為節氣要走那邊 所以你可以搭配這樣去看 但是 這樣的缺點就是說 這樣是會晃動 對不對 所以最好 你可以怎麼樣 拍下來 假設焦距好的 你把它拍下來 這樣來講解就好了 我們剛剛不是有pick pick嗎 對不對 那當然這種方法 臨時性的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比較主於 內容比較多的 你可能會覺得這樣很累 好 那你的 如果像我這個是 大概兩百萬槍樹的 所以 那你可以再學好一點的 好一點的 所以我現在呢 繼續有看到 這一種 我可能會去買 這個就是有支架的 有支架的 好 像它這一套 它上面這裡 就有拍照的那個功能 這個是兩百萬的 這個只要 1990 這幾台幣喔 1990 真的都可以用 你就可以 這樣 伸縮這樣用 甚至這個可以拿下來 好 那他們公司還有另外一號 是在這裡 這一套 這一套就比較像那個 台燈式的 欸 這一套就比較穩一點點 那 解析度也比較大 這個 兩千多塊 就還可以 有些老師那個 我要手寫有沒有 老師現在有人在寫版書嗎 我都寫螢幕書比較多 哈哈哈哈 綁書我剛才有寫 而且 老師如果你有寫版書的 有沒有那個環保的那個 如果你用一般我們 早期的那種 就是甲醇的那種 有沒有很受不了 我就很受不了的味道 所以如果 你有類似像這一種的 我們就直接給它 我們就直接給它 擋書 哪有文章寫在那裡的 直接這樣寫在這邊就好了 你就照在這邊 等一下齁 在這邊這樣直接寫 也可以啊 對不對 只是我這樣 這樣效果會比較差 效果會比較差 所以 你有一個支架 然後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 您可以看到像我們在這邊 這裡 那它現在有一個比較新的 這個解析度會更高 可以到HD 可以到HD 所以這個就 只是目前台灣很有上市 它現在是8月份 美國那邊才會上市 139塊美金 139折換成台幣 也大概三四千塊 這個也還好 跟我們一般標準 那種大的那種 食物投影機比起來 相對划算很多 相對划算很多 就是說如果老資金的 資料是比較會有屬於 就是 紙張的還是那種 那個 報紙的啊 雜誌上的那種東西的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做現場照片 就 一樣就可以錄影 搭配我們的軟體 去做錄影就好 你就不用局限 說一定要用機器去把它錄一下 這樣您大概了解 我只是 最近有看到這個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 您如果真的要開始錄影了 剛剛那幾個呢 原則上都是搭配什麼 搭配那個 濃烏盒 那如果老實 您不要錄影 這個 可以直接接投影機 也就是 你不用濃烏盒 反正就直接操作 操作完就突破投影機 回射出來 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 你有發 那如果您要錄影的 一定要才會先留意一下 您的固情主題 最好是使用那個 背景 欸 老師有注意過這個問題嗎 如果您是Windows7以上的 它都會有一個那個就是 讓你的視覺效果比較炫啊 但是比較炫 代表著 它比較耗費 記憶體 比較耗費資源 所以如果你把他現在是Basic的 那你的錄影那邊 就會有比較多的空間 這邊這個效能 可以去發揮 那第二個就是 麥克風的部分 你看我們在這個 布景主題的地方 也沒有一個叫做Basic 對不對 你可以選這個 當然有的錄影玩具 它可以 在設定的時候 要錄影之後 把它切換也有 好 那 第二個呢 如果你本身用的是什麼 如果你本身用的是那個 那個 因為那如果本身 是不是這種螢幕 有那個 攝影機 跟麥克風 如果你用的是那 內建的麥克風的話 最好要把那個 麥克風錄影的部分 那個增量 就是錄影的那個增量 要調高一點點 不然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那個錄影錄下來的聲音 好小聲喔 那 喔喔喔 老師有耶 這好好的 這好好的 學校有 所以學校有 那有實體看到的 你看這個上面 不錯齁 來 我焦距對方 好 這個它有自動對焦 然後上面這個 上面這顆 上面這顆 上面這顆就是那個 拍照的功能 所以它這個也可以拆下來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 拆一千多塊嘛 那老師平常如果再這樣用的話 就比較方便 它還有附一個專屬的軟體 有一個專屬軟體可以讓你去做 只是那個錄軟體沒有錄影的功能 只有拍照跟那個 專屏輪道的功能 好 它這個是兩百萬像素 兩百萬像素 所以其實 一般性的應該還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很清楚的 你就要用它比較細的 這個是 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它這個要拆耳 要拆耳 確定是要拆耳 像我比較喜歡那個 這種細菇有沒有 好 讓大家這個上鏡頭 我比較喜歡這種 免拆耳 就是極插極用 可是因為 大部分的情形就是說 你要極插極用 它就會受限到 它要有些特殊功能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 因為像它 像你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一台 它還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前面加上一個放大鏡 然後裡面有那個LED 但是只能放大兩倍 可是其實這對一般 如果你要搬耳 比較細的東西的話 其實還夠 但是其實額外 你要再多壓近 這樣子 這個是 剛好學校有買這個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 你也可以玩看 因為它這台賣的還不錯 因為就是價位上 大家還算可以接受 還算可以接受 好 所以老師卡住家 我可以拿出兩缺版 請來問買幾台 兩台 兩台 好 兩台 老師也可以玩看看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 這一台 沒有麥克風 趕快適了幾秒 所以 你要自己搭配 一個NOVOC的 還是另外準備 麥克風這樣子 事實上 如果你用那個 我們用這種 規格在裡面 那件麥克風的 比較方便是因為 那個麥克風 不用另外再調 它查清不用 哪不用 所以那個收音效果會比較好 好 我們剛剛這邊有提到 要調一下那個 增量 那個它就不用 好 OK 那地方就選擇 這個我就不講 我們來講這個 Active Presenter 那麼 您 剛剛是不是都打開了 誰知道的嗎 對不對 你只有一個地方 跟我不一樣 就是這裡 因為我有開啟最近的 你沒有 這一塊沒有 上面都一樣 那麼 你看它上面有幾個 一個是開啟專案 一個是錄製專案 一個是新的專案 那如果是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你就直接就錄了 好 那第一個的話 你也可以 請問老師在做教材的時候 一定全部都是錄的嗎 沒有對不對 有時候只給你看看圖片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幫你的 簡報一個會進來 簡報錄叫做自己加上說明 自己加上錄做說明 也可以 好 那我們先從 開一個新的專案來試看看 好不好 好 來 開個新的專案 好 那麼你進來之後 它先問你 你要存在哪裡 專案要叫什麼名字 好 我就先把它 好 我們要來學一個什麼 比較好 我們原本是不會用Google地球 老師有用Google地球嗎 比較早 Google地球其實老師在做研究上 好 講到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最近Google地圖變了 老師有注意到嗎 然後 Google的搜尋也變了 好 我們來講這個 然後把它錄下來 變成一個教材 好 好 好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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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預設這樣對不對 然後就看你要存在哪裡 好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它就問你 你要怎麼錄 有沒有發現有 四種方法 那高度一點 第一種就是 Full Motion Recording 簡而言之 全都錄 Full Motion 全部都錄下來 好 第二種方法 Reform Movie 然後Stream Video 也就是 老師你看那個網路上的 串流的 有沒有 你想要把它錄下來 老師有沒有 看過那個 網路上的即時的 影片 或者聽即時的網路嗎 在網路上聽 那它那個就不是存檔下來在播放 一定是邊傳送邊播放 那你就可以 在它播放的當時就順便側錄 側錄下來 那當然如果你是用那個 那個哪一個 電視卡有沒有 有些節目啊 可以作為教學的使用 你可以把它稍微錄下來 進去參考 這個 這個 如果你用的教學 是不違法 教學是不違法 但是不能公開用 就傳閱 好 那再來就是什麼 Smart Capture With Oco的FM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這 有三種 對不對 一個是 全都式的 一個是什麼 影像式的 這個就是第三種 比較聰明的 Smart 就是你可以 拍照 預設是拍照 但是當你做某些動作的時候 它就自動來錄影 它會自動來都切換 那當然下面的 這個 就是 單純只有 拍照而已 這樣能大概了解齁 我先用第一種 說給你看 好吧 我先用第一種 第一種呢 因為都是錄影嘛 所以很簡單 反正錄下來就是一個檔案而已 好 我們就來試看看喔 欸對了 但是錄影 有一個前途 你一定要知道 什麼是錄的快速鍵 什麼是提的快速鍵 對不對 所以你來看一下 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編輯 這一隻 你進去它會告訴你 快速鍵是哪一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先了解一下 不然等一下不知道怎麼 開始跟提 好 在它的上面就有一個右鍵 看到了齁 如果你要繼續或暫停 是POSE 這個應該有問題齁 所以你鍵盤上的位置都要先打到 停止就是AND 這樣沒問題齁 好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現在 馬上就可以來 確定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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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多大 當然你錄的畫面越大 代表什麼 打開會越大 打開會越大 所以你可以選擇齁 那麼 我現在就選擇 先用全螢幕好了 因為我要介紹Google的嘛 好 如果你不要的話呢 假如你不要那麼多 我們可以開一個 來我開一個新的 我把它縮小一點 我開一個新的 好 稍微縮小一點點 應用程式 好 它會自動就跟我那個 剛剛那個部分我這樣打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去選擇的時候 你要拍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應用程式的畫面 好 那這樣就不會全部都有 好 OK 假如我選好了 那麼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 左下角 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浮動的工具 如果你剛剛忘記 那個快速鍵是什麼 你可以在下面按 好 要不要出現它 是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叫 浮動工具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是有勾起來 好 如果你沒有勾 那就 這個工具列就不會出現 好 OK 好 現在它就開始錄了 那麼我們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知識服 好不好 平常請問 大家都怎麼樣 用社訊勵器 啊 我整個老師就只有蠢問 老師都會啊 對不對 完全是怕了一個光 但是問題是 它真的有不一樣 其實這個功能 事實上在國外 就是在美國那邊 它比較早 它比較早就退出 那中文版 是在今年 台灣才有 所以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 呃 我們找我們學校好的 我們先看一下 欸 順便 如果忘記這個 你還 我還有的話 我就直接從剛剛那個 有沒有 剪別部 直接找 也可以就攔著打 好 好 那麼 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 我的那個 綠色框框 有沒有跟著我的滑鼠在動 有沒有 我的綠色框框 有沒有跟著我滑鼠在動 因為有時候你講的範圍 是會超過你剛剛那個範圍 它就會跟著在動 這樣來講 好 喔 這裡馬上就找到了 你看 好 可是哪裡不一樣 老師有注意到嗎 你看一下 在右手邊 我把這個放大 老師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這裡不一樣 他有沒有一個收集起來了 欸其實 因為以前我們在 用關鍵字收集 最大的 好處是說 他就 反正管理保守 就通風丟給你說 在哪裡 是在你手邊 對不對 可是 這樣有個缺點 因為我們如果 老師 我們以前在查 這個時候 百科全數的話 你找一個 關鍵字 一個人事實地物 他都會先針對 那個人事實地物 事先幫你收集 一些基本資料 那你才會知道嗎 對不對 你開了那個之後 你會有一些基本概念 可是我們往後上 收集不是 一股腦全部都給你 自己找 那這樣就會有 問題 所以他現在的知識符 就是出現在哪裡 我現在右手邊這裡 他會先幫你整理好 那整理好之後呢 你看 他有看到喔 這裡面 有相關的行程路線 照片也都有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的資料比較少 所以我改 改找別的 我們看別的 好 這都懂得很多 你看右手邊 他有很多圖片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基本資料也跑出來了 呃 不是 有沒有看到他的基本資料 生日什麼時候 升高 都有 對不對 你從左手邊的搜尋結果 當然你可以找到 但是你不要花一點時間 齁 齁 那你往下走 他還會有什麼 他唱過的跟 他的專輯 他倒過的戲 甚至還告訴你 他跟這個人是有關係的 沒錯嘛 齁 大家都知道嘛 這是公開的秘密嘛 那重點是 你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上面不一樣 你點那個人之後 那個人的資料就會出現 然後跟他相關的人也會一起出現 而且 有注意到嗎 下面這裡 有沒有換成蔡依林了 這裡 知識圖母 好像在蔡依林了 你兩個人跟不一樣了吧 所以知識圖母的 改變在 把社會越前 變得更加有實實一點 也就是要幫你把資料做真意 也許現在內容 中文的內容還不算太多了 但是 慢慢的這個內容 越來越多之後 你會發現說 欸 原來我們透過這種方式去找 可以讓老師 或同學在找的時候 更容易找到 有一點蛛絲馬跡 找到你想要的資料 這就是知識圖母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 很多時候只是你忘了去點那邊而已 看那我看到啦 但是 視而不見而已 欸 因為以前他沒有出現這一塊 以前的話 就是出現別的收取引擎的結果 好 那這一段就講完喔 我就停止 欸 停止是哪一個人會出現 後子是站穩喔 你有沒有發現他會錄下來的 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這一段都還在錄影 我只用另外一個錄影盤 你再錄影 好 你現在看到 右手邊 有沒有那個時代 像不像簡八 但是 因為我剛剛用的就是 是Full 頭型裡頭的 所以 他錄下來的就是 放在一個頭影片裡面而已 這樣你了解嗎 而且你可以從這個頭影片看到 有沒有發現他剛剛說裡面是一段影片 小小的 這樣清楚了齁 所以老師應該是比較欠熟 叫做全公司的 反正錄下來就有一個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針對他去做說明 老師的 潛報 是不是會增加 第一月 第二月 第三月 第四月 當然喔 這邊也可以喔 所以你看 他中文是不是叫換文件 上面這裡 有沒有換文件 所以增加三百了 還是說你要把 圖片當作換文件的內容 叫進來都可以 好 你看我把增加一個空白 好了 增加一個 好 好現在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個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 我說他這樣簡報了吧 所以我們今天 怎麼講都還要做簡報 所以 要換位置有沒有很簡單 就這樣掉過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去插入你的文字 所以這個叫做 做什麼 就是這個 插入文字在上面 好 在這邊就打入你的 標題的內容 好就是可以做進去的 好這個是 那剛好這個字的大小 最好這個就隨便你了 好我想這樣 大家 你在看的時候就比較清楚 所以 他就像這樣子 那就變成兩個通編 那你輸出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去做切換 可以去做切換 這樣沒問題了吧 好